世界福教总部公告 公告字第2020-0104号 圣意精品撤签缘起 圣意精品撤签 铁定必须实行完整的21项法规程序 凡是违背程序或缺少一部程序 则非圣意精品撤签 而且精品撤签铁定必须由大众百人 签人无论多少参会者都得编号捏纸团 从中选出12位致签人当众致签 整个致签过程主持者撤签人 不能参与不能观看 签置好后才能由主持撤签人当众撤签 要在第16步法规程序才能进入撤签流程 所有21部程序都得公开 在大众监看下完成 为什么要举行圣意精品撤签 在佛教界当今末法时代 无论法王、活佛、法师 还是在家修行者 口头讲说传承理论 完整条列一大套 但是到他们灵命中时 却非常少有看到他们成就解脱的结果 上万个佛教徒里面 也难有一两个真正生死自由 来去自如成就的 有句名言叫做 地狱门中深道多 想必许多人都听过 但是很多佛教徒 造成迷信所谓的佛教大人物 认为是跟圣人在学 却不知道是被蒙蔽在历史遗留的凡夫圈内了 其实佛教中许多所谓的大人物 乃至世界宗派的长教之师 有一些都是混进僧团的摩子摩孙充当主师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可悲的现状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原因是 佛史记载 在释迦牟尼佛灭度时 诸天、人、非人等皆来送行 婆许魔王也在场 他问世尊 佛陀虐盘报话后 我的摩子摩孙若进入你的身团剔度出家 学你的教法 佛陀会拒绝吗 世尊说 我会拒绝 魔王波寻文听此言 十分高兴 哈哈大笑说 佛陀在世时 我斗不过你 等你涅槃爆化了 我总算能赢过你了 到末法时期 我叫我的徒子徒孙混入你的身宝内 穿你的袈裟 破坏你的佛法 他们曲解你的经典 破坏你的戒律 以达到我今天武力不能达到的目的 世尊听了魔王的话 久久无有表情语言 两行卑类缓缓流了下来 魔王见状率子孙们高兴狂笑而去 佛陀报话后 摩子摩孙的心态言行确实就难以控制了 因此 佛陀灭度后出现了大量摩子摩孙 成为转世的一些佛教著名人物 乱解经意 甚至猖獗到了公开反对 释迦佛陀经书 教界 佛法 背道而驰 篡改佛法 乱编咒语的地步 比如佛教徒们很多都知道 或听说过嫩言经 嫩言咒 很多人每天都在虔诚地念 结果念了一身罪业 临终不但不成就 凡打入三恶道中 因为没有学到释迦佛陀说的真正的嫩言咒 而念的是摩子摩孙们篡改过的假的嫩言咒 其实释迦世尊是说过五十种一魔 说过嫩言咒 但佛陀所说的嫩言咒只有一种 没有第二种 可是现在世界上只是庙语 佛会等等就出现了一百多种不同的嫩言咒 都说自己念的才是正确的 东四说他的最正确 西四说东四的不正确 西四的才正确 南四北四各不承认他人的正确 只认为自己的才对 结果只凭口头空洞吹嘘如何了得能详天魔 其实真正的佛法真嫩言咒 绝不是凭哪位口头说真就是真的 而是必须要看实际的威力显示 要看该传法之师自己的身体是否修成了圣体质 圣体力 比如你修的奏法 把自己的身体修成圣体的吗 圣体也不是哪一个人说是圣体就是圣体的 既是圣体就不是常人的身体成分 不是凡夫属子身体的组织 而必须是圣体质 既是圣体质 他就必须具有圣体力 其体质体力是超越常人 是凡夫之人无法拿动的重量 你如果说是圣者 请问你拿出上座上超多少段 达到圣者的上超段位程度了吗 初级圣者的体质成分与中级圣者 大圣者的体质成分都不相同 有具体的上超重量标准 简单说 世界大力士的标准是上超十段 初级圣者要超过世界大力士的标准 必须上超十二段到十九段 中级圣者是上超二十段到二十五段 大圣者必须上超二十六段至二十九段 摩赫萨金刚大力王必须达到上超三十段 否则体质成分不合摩赫萨圣体质成分 有的人说 我是转世再来的女性摩赫萨 拿出上座与我无关 是的 你说的对 女性不做拿出上座鉴定道行 但是你就修六支签或八支签 则觉佛菩萨为本尊的相关经咒法规吧 不要忘了 首先要有本事限量福藏开藏啰 也许你们有些人会疑问 你们世界佛教总部宣称圣体质圣体力 你们又如何呢 我们先告诉疑问者们 本总部随举几例 如南摩第三十多节羌佛的弟子 妄杂丧尊 修成了一身的金刚体质体力 在全世界的大力士高人们 从古至今还没有一人打破他的同等级的大力士记录 南摩羌佛的弟子开出教尊 差一岁就九十岁了 也是同龄级别中 没有任何人超过他的圣体质圣体力 包括体重三百五十八 年龄三十六岁的亚洲第一大力士 也提不起开出教尊提起的楚 在南摩羌佛的弟子中 另外修成圣体质圣体力者 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至于南摩第三十多节羌佛本人 拿出上座上抄的五十九段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千万美金的悬赏 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力士 难把他拿走 你念楞严金咒所修的楞严咒章符印 轻如一指 持咒之下他会自动飞空 把腰斜附体之人当下镇压 走不出三尺宽的圈子 顿除他的斜杖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至少一念楞严咒 咒章符印就能把斜师 腰人用过的瓷盘子压为碎片杂质 如果你修的楞严金咒 连这一点道理都打不到 说明你修的就是假楞严金咒 其实真正楞严咒印的威力 虽然赤于大全力士 神王佛的金刚印 但能详天魔的 这金刚印在佛法考核修行人 圣凡境界的考场上 入考的佛弟子们都已经历过 只是妄杂上尊用的一个金刚印 设立小镇 只有三磅重的金刚印 飞行去来威力巨大 让邪魔附体之人寸齿难行 只有悲惨求饶 忏悔过去改恶向善做好人 这就是释迦佛陀传承的真正佛教实相佛法 完全不是口说空洞理论 凡是不显实相道理的所谓佛法 都是魔子魔孙们篡改过的佛法 内言金咒当今正逢此真假相混的厄运 被魔子魔孙不停的篡改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种不同于释迦佛陀亲口说的版本了 这实在是妖魔闹儿戏 赤裸裸的假佛法骗不亮相 骗了大量的学佛之人 魔子魔孙们的邪恶荒谬 让太多不佳思考的愚笨之人上当受害 实在悲惨 昨天一位教尊拿回了三十八种不同版本的内言咒来 还拿出三种不同版本的独猛金刚仪轨 语言文具结构相互差别非常之大 内言咒从一百多句到五六百句的都有 佛教徒们 你们敢说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告诉你们三十八个宗你不得不认同至少三十七个 都是魔子魔孙篡改做了真假混杂的假嫩年金咒吧 持送了魔子魔孙们参邪混正的假嫩年咒 不该打入三恶道吗 你能否认吗 也许三十八个都是正邪混杂的嫩年咒 可能你们所谓的教派传承宗师 听了我们的这一评鉴 会万分恼火震怒反骂 诽谤我们是妖魔 我们不会计较他 只想让他回答一个问题 就依现在量世的那三十八个 相互矛盾不同的嫩年咒 难道你这位宗师 敢说这三十八种都是世尊说的嫩年咒吗 这无疑就是魔子魔孙篡改了佛陀的经咒 请问这位恼火震怒的凡夫充胜宗师 你传授了妖魔篡改正邪混杂的毒法恶咒 假佛法给弟子们 你和你的弟子难成就解脱呢 还是必定造罪打入三恶道呢 现在修行学佛的人为什么很难成就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因为佛教界很多论著法章 仪轨 真言咒语 犹如嫩言经咒 有正有邪 外表看起来是佛教正统 实则内涵真实之意 已经被妖魔篡改 混淆 破坏 正邪混杂 不是圣意之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了 由于普通佛教徒根本没有分辨力 学了凡夫编造的假法 魔子魔孙改为正邪混杂的罪恶法 甚至还有师与弟子 愚奔到了白痴的程度 去做邪师创立的以残为时官 自欺欺人 前三天只喝水 从第四天开始吃少量水果 花生 饿得受不了 强烈求使欲望猛增 无法抑制 心慌意乱 这就是以残为时得道醒了吗 等几天或十几二十天出官房后 五脏六腑 地水火风已受到摧残 种下严重病因 面无血色 虚渴无力 极度虚脱 搞化精神身体 自己还认为是在修行学佛 在参残得道 太愚痴可怜了 而以残为时 是那些有身后残定功夫的人 才能做得到的 真正的打二七 是指在七天 十四天 二十一天或二十八天中 水米不进 连下座上洗手间都不需要 这是要有功夫啊 而不是外道或凡夫俗子搞得饿得筋疲力尽 摧残身体 自己明明是一匹五道凡夫 尽官房所谓以残为食 实际上还要吃果水其迷世人 骗佛菩萨 自己修了违背佛陀正教的法 残害他人 垫入了佛陀的正道修行 获得的是一身罪业 现实的残体之报 这正是学佛者众多 成就者极少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学佛学成了偏邪恶业 学道的外表看起来是正统传承的经书法本仪柜 实际上已经不是佛法 而是被混进身团的摩子摩孙 早已篡改了的罪错之法了 再如有些山头教派头目 打着释迦佛陀的招牌 而创立的是自己的 不合教义的中风 代代传承 根本不是佛法正宗正教 传播的都是邪知邪见 执行的是波学魔王的歪居佛法之力 已远离释迦佛陀的教法 与真正佛法的解脱成就 遥距十万八千里了 比如在一些寺庙的课宋里 邪恶早已混入正法 甚为可不 只是一个鼎礼本事 开山历代诸族老和尚 就已经种下邪恶的因了 因为诸族老和尚本身 其中就有正邪混杂之人 所以佛弟子一当恭敬鼎礼 就会向其中的一些 摩子摩孙化现的老和尚顶礼了 这样不分正邪就顶礼崇拜 如果拜错了 拜的是摩子摩孙 必然结的是摩邀之源 不但成不了圣体质 圣体力 圣解脱 而且礼拜摩邀 必遭三恶道之极苦 因为历代开山诸族老和尚 绝不是每一个都是圣者 从历史看来 这是绝对的事实 还有一句 顶礼方丈和尚 你敢保证你顶礼的那位方丈和尚 他没有违背佛经 背叛教界 你敢保证他不是在完成 拨寻魔王的邪恶愿力吗 你想 如果开山诸族里面 没有摩子孙 老和尚中没有妖邪 那招募客颂就不会从历代诸族就篡改混入了魔妖邪说 你像其中那些是邪恶魔妖投胎的老和尚顶礼 种下的因是成就呢 还是地狱门中深道多的意缘呢 种种离经叛教 空洞邪说 充实的佛教界现状 所以导致了大批愚痴行人 离命中时根本无法解脱成就 而是随同某些外表上的大法王 大佛佛 大法师 实则为颇许魔王子孙投胎的邪师妖孽一起堕落三恶道 所以地狱门中深道多 那么如何鉴别这些混进生团和社会上的魔子魔孙妖邪之人呢 识别他们太容易了 只要大家注意 轻轻就能看出真假 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 往往民生大地位高 但却没有实际的道行 与你一样 是凡夫虚弱体质 具有的能力就是只有打造传承大旗 引用经典 课颂 灾论句 说空甲 没有作用的佛法 行骗大众的供养为目的 要知道 诸佛怎能容许妖孽猝 残害众生 令众生无有鉴别认知呢 但是 世尊佛陀毕竟已同意魔子魔孙们进入生团 穿加沙 搭主意 因此佛陀才会留下两行卑类 鉴于无法主打魔子魔孙们破坏政法 残害众生的恶行 所以佛陀们才只有对魔子魔孙们施以封印 他们虽然混入生团社会人群中 可惜在佛陀封印之下 妖魔不长道亮 不生五名 虽然狡猾的魔妖们一贯打大旗 脏祸绅士 都号称拥有五名 这是虚脏绅士骗外行的 只要大家用事实一对比 他们却一名都没有 全是虚假的 而是非常普通的记忆 甚至连记忆都谈不上 其实质连五名的编辑都不着 是完全达不到事件专业专家程度的水准 达不到专业专家的高峰就不是明记 尤其是第二项本质的鉴别 最为制药制药 从其观看魔子魔孙的本质 因果使然 他们的体质心灵没有丝毫胜体成分 虽口头说空洞的传承大法 实际全是假的佛法 是生不起道理的空假理论 不显道理 因此一眼就能看出的是 学生们的身体造成处于凡夫属子子地 虽然魔子魔孙早已混入生团 摇身变成所谓的一代大师 大法王 大活佛 开三宗主 但在佛陀们的封印下 他们终归只有外表的空洞假身份 而无智慧胜量可生 无道理胜体可掌 执掌邪恶心态体质 只会口说空洞的 创改了的假佛法传承空洞理论 他们注写书 立写说 传播表面为佛教 实质为写说的书籍 他们最明显的反复特征 就是拿不出圣量可显 要清楚一个铁定的原则 凡是有成就的圣者 从精神和身体 都必须具有圣体成分 可是举眼一看 有些做圣位的大人物 他们的身体是凡夫虚渴的体质体力 除了精气神衰败 没有一点圣体质成分 没有圣体力出现 与你们的体质体力一个样 佛教徒们鉴别时 这点很重要 只要注意以上特征 无论他是高到世界级的身份地位 还是一派主师 都能当下区别出他的本质 是真正的圣者 还是妖孽 或在早年选任时 就错把凡夫选成圣者了 对于识别身份地位较高的 佛教著名大人物 是邪是正 是凡是圣 是很容易的 请他出面主持得感签 圣意精品撤签 就真假分别了 如果他自己的道行德品 修感不了十二之签 那至少能主持策修大圣者的六之签吧 如果用六之签来测八地以下的本尊菩萨的法本 或方神地神的施供法等 那他还是一代真正的传承宗师吗 因为德感签这步法 凡撤十二之签 色籍佛陀和等妙觉菩萨 是由主持俱圣德的正德而感造修成 如果不具备俱圣者 大摩赫萨的身心成分 就没有俱圣之德品 必然感造不了佛陀和大菩萨们 亲来大殿 认可撤签 他就修不成德感十二之签 这就是假的巨圣真不了 真的巨圣假不了 对于一个普通的圣者圣僧 如果是男性为师者 最好是看他有没有正到五具量之中的 二具实证圣体 达到圣体值圣体力 远超反复的体质体力 犹如开出教尊 拿出上座上超二十段 以第一步登陆终极圣德门梁 若能上超三十段 即是大圣摩赫萨了 凡夫摩子摩生们 完全不会有圣体筋骨质地 就是世界大力士 也只能拿出上座上超十段 所以没有超凡胜利 只要用拿出上座 轻轻就能看出一个人 是圣是凡 可是严重问题又出现了 对于正知正见的常规高僧大德 却很难鉴别是真是假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圣德欲界 就算是身为出入圣德阿罗汉 但是未能正到大圣德 据圣德也同样修不了十二之谦 乃至十之谦来则觉佛陀菩萨 为本尊的法本 但是 往往常规高僧大德 他们是弘法立身的重要善知识 是众生医学之师 且不可把他们与魔妖混成一团 所以在鉴别时 不能用圣意精品策签来考核他们 就只能看他们所传的法 是圣意的法 还是世俗的法了 要看他的传承 接受的是圣德 大圣德 还是巨圣德传的 特别要清楚 该巨圣德是虚名作圣位呢 还是真正的巨圣德呢 就要看是否真实具有显密圆通 五名高度圆满 或具有圣体质 圣体力 或高峰圣正量五具量之 而且必须要清楚 该巨圣德是否认可 某位高僧大德上师 这位上师的言行 在日常中是否正知正见 是否大悲为人 长得风范 这就必须要大家去认真细致 了解印证真假了 有人误认为 原来我的上师只是一个 常规的高僧大德 我不要跟他学了 我要找大圣者拜师 要找到像激公活佛 韩山石德那样的师父 这你就错了 韩山石德一生没有收过弟子 整个宋代只出过一位 激公那么稀少的阿罗汉 他83岁才成圣德 这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吗 其实只要是真正的高僧大德善知识 所传的是圣意的修行 修法 经教 佛弟子们就很幸运了 按佛陀教诫而修就能成就 另外 特别注意以下原则 任何法本 仪轨 咒语等 未经圣意 则诀 如圣意 精品 测迁 则诀 或未经 法门 公语 则诀 或未经 五部佛教系 顶守 圣法之其中一部 则诀 定性 都不能确定是 圣意之法 释迦佛陀所说正法 十方诸佛菩萨 本尊认可定性的法 因此 众生学佛 必须学到符合 释迦牟尼佛教义的 圣意佛法 没有被篡改的真正佛法 才能彻底避免 跟某些外表是一代大师 大法王 开三主师 实质是邪师 凡夫 俗子 骗子 学他们的假佛法 造罪造业 悲惨死亡 三恶大为佳 圣意精品测迁的作用 用来哲觉佛法的 圣意衣柜定性 用来哲觉 经教论学是 圣意性质的正法 还是邪恶性质的恶法 或世俗性质 有没有被魔子魔孙 篡改为正邪混杂 以及哲觉失误的正邪 对错 或认证大佛佛 转世的真假身 或哲觉圣与烦 以及某种言行的真假等等 圣意精品测迁 与世俗精品测迁 完全是两回事 圣意精品测迁 是所有神域 球迁 问部 打挂等法中 最高最大的顶首五上圣法 与佛系的五大王牌圣法评级 最关键特别的是 离系的法力神通 是以德平为感召 故所以更比五大王牌圣法难求成功 因此圣意精品测迁必须是真正的大摩赫萨以上正量的转世者 凭其德平感召显胜才能修得成功 小于大摩赫萨的任何大圣者 都不惧感召圣意精品测迁之地 小圣者或凡夫更是边际不沾 修想求成功圣意精品测迁 圣意精品测迁又称为德感迁 是以德平而感召佛菩萨 依因果而显事实真相 任何法力神通对此圣意精品测迁 没有丝毫作用 该测迁是双运离体构成的结果 遗运是主持圣意精品测迁的圣德 无论道行多深 神通多广大 法力何其无边都毫无作用 而必须要靠该主持圣德 崇高圣洁的德品 才能感召得了佛菩萨本尊 显圣定性所则觉之事 遗运是一于所则觉之事的因果 而出现事实本身的真实相传 这是本尊定的性 与神通法力不沾边 毫无关系 无论你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在则觉大雄宝殿中都起不了用 法规规定必须要先行制签 再行撤签 制签的15项程序都必须由参加法规的大众们制作 主持撤签人无论是什么头衔身份都不能参加制签 看一眼都不行 下面以则觉两种对比客宋仪轨的正写定性为主题 同时以精品撤签的最高级别 12支签作依示范程序说明 是以精品撤签依法规铁定 共有四个级别 分六支签 八支签 十支签 以及十二支签为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必须是等妙觉菩萨才能主持的撤签 修圣意精品撤签 要念经修法七天 第八天开始静殿 必须实行限量辅障 开障取出两件不同宝物 依规合法 各寺庙学佛会等推举圣德 施以道行圣量 开障取出佛舍力和绿度母进谈法宝镜 一名造妖镜 用此宝镜造建入会众联中有妖物混入 当场勤拿妖孽 为什么要在第八天限量辅障 因为第九天在撤签大殿中 一切神通法力都被诸佛封印毕色 任何圣正量 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也起不了用了 那时无论多么高深的道行 也取不出限量辅障的佛舍力和静谈宝镜了 为什么 原因是限量辅障与圣意精品测迁 完全是相反的性质 限量辅障与圣意精品测迁 一个是要施展道行法力 广大神通 另一个是与神通法力毫不沾边际 全品得品 为什么不靠神通法力 因为策签定性是定一切真与假 而不是用神通看哪一支签是什么 在人为抽出来 如果用天眼法眼看到了签牌内容性质 故意抽了 那就不是本尊认可确定的事实本质了 其实这圣意精品测迁 才是超越了高强法力 广大神通的最高成就道行 因为性质本源 得品至高 才是佛圣的正觉神力 无上绝境 法上应舍 何况神通而系 释迦佛陀说 无法法义法 经负无法识 法法和成法 才是如来正觉之境也 限量辅葬必须要大胜得者 才能有道行实力开得了葬 对佛舍利 阿罗汉和登地菩萨又天眼通 都能开葬取出 但要开葬绿度母 静谈宝静 就必登天难了 不说是追加了密封再密封 并且藏起来 就是打开明摆在大家面前 也无法辨认出十二面外表一模一样的镜子中 哪一面是照妖镜 因为照妖镜与所有常规镜子 外表全是一个样 毫无差别 所以必须全靠法力无边 道行深厚 神通广大 才能看得出照妖镜的本性 才取得出绿度母静谈宝镜 照妖镜 因此就必须在诸佛为封印的第八天限量辅葬 否则无边法力 天大神通也施展不了 待开葬取出宝镜后 是一个不求实践真知的人 圣意精品测迁 必须实行二十一条法规流程 一条也不能缺少 持送二十一度母圣号 并齐勤每一度母管束一条程序 顺为制药 现将二十一步制迁 测迁法规程序 提供给大家清楚了解 这是不用什么法力 每个人都可以测的 差别只是成不成功 能不能感造佛菩萨本尊而已 本总部上尊和能限量辅葬的御尊 都分别用十支签 八支签折了两轮 但还欠得能 目前没有成功 就看再将测六支签 能不能成功 只不过现在要公布一条特大福音 我们圣德主再三请求 巨圣德出面 为众生学正法车迁 巨圣一直拒绝 说自己是一个拥有虚名的普通修行人 不是不慈悲众生 而是没有那么崇高的德品 感造不了佛菩萨本尊认同 圣德们无限虔诚 齐寝不舍 巨圣自然是大慈大悲的 最终只得说试一下 还说 能举辅葬的大圣德都没有撤签成功 我怎么做得了呢 就算抽签准了 凭我的修为也只能是碰撞到的 我今天先把话说在前面 如果有万分之一的机会碰准了 那也是碰机会遇到的 我必须再次说明 我赞成普贤菩萨的三则广修供养 但那是供养真正正知正见的出家人或大德们 供养正法寺庙机构 而对我来说 我不会收任何人分文供养的 这是我早已发下了终身不收供养 是义务为大家教学修行学法的愿力 反正这圣意精品测签 没有健碑高低 人人平等 哪一个人都可以去撤签的 那我就只能先说好 试一下 我这个平平修行者何德何能 我们万分感恩巨圣德的允诺 这样大家就安心了 其实巨圣德的圣洁德品至高清纯 无可置疑 我们只举一例 在年初新冠疫情之日 巨圣德与圣基士修法祈祷人们安康 并当众发下加持愿力 从2020年始 疫情肺炎不可伤害来圣基士拜见南摩羌佛的任何一人 果然巨圣愿力一发 2020年初到今天 去圣基士拜见南摩第三世多解羌佛的人非常多 但所有来拜见南摩羌佛的佛弟子及弟子之家人 一个也没有染上疫情 只有一人是第一次拜见南摩羌佛 求佛陀为他做皈依 举行完皈依后 他求佛陀救命 说他已经染上严重疫情 高热严重退不下 咳嗽严重 浓潭土不出 也吃不下东西 现在呼吸非常困难 所以刚才皈依时 他跟不上 念不出 他马上就要去实行隔离治疗了 南摩羌佛叫他不要紧张 说你不会有生命危险 照我的方法做 不过三五天就好了 果然第二天高热全退 浓潭转为清潭 能吐出来了 第三天呼吸正常 轻轻就能吐出潭 第五天全部恢复成正常人 可想而知 南摩羌佛撤迁之德品 都感召不了佛菩萨本尊应迁 那这世界还有佛法可言吗 当时南摩羌佛还说到疫情新冠肺炎 主要是人们不了解这种病 在大家相互传言下被吓着了 实际上他并不可怕 从染病量 死亡率来看 比起很多常见病 他并不是最高的 也不是明年春天还要发的问题 应该说 他是长期性的一种流行疫病 没有季节之分 就是一种流行病毒 人们逐步产生抗体 他就不足为害了 更况疫苗也在研究诞生中 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疫情自身 而是把大家吓成人们各个为了防疫 造成各行各业停顿瘫痪 甚至出现倒闭官业 又如工厂不上班 无法生产 就算上班生产了 也无法销售 运输等等也存在着大问题 让生产消费娱乐旅游也停息 造成生活秩序链中断 这样自然形成了世界人类的大冻结 这才是真正新冠肺炎代致的后果可不知处 但你们等着看 最多到明年 就不是猖獗的新冠肺炎主宰人类的行动了 大家应该做什么 自然就会去做什么 新冠肺炎是没有那个力量让世界人类冻结的 但是必须跟你们说 政府发布的命令都是尽最大的力量关心大家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 是圣意精品测迁缘起即是圣意精品测迁法规的元气 目的是让大众能更好地熟悉弄懂圣意精品测迁的法规 了解圣意精品测迁的本质和重要性 大家树立无私立重的高尚德品 成就大胜到行之后 自己也可按照法规去测六支签或八支签 尤其是在此末法时代 圣意精品测迁能够赶照本尊 准确定性哪些是真正的佛法 哪些是被魔子魔神们篡改了的为假佛法 本总部将尽快公布圣意精品测迁的法规 佛弟子们一定要将本公告和总部的上一个公告 学的不是本尊认可的经书法本难以成就 以及总部即将发布的圣意精品测迁法规 三份公告共同结合起来 认真学习弄懂 这对今后每个人能否学到真正的佛法至关重要 因为在为你们哲觉传法之前 首先要用三份公告的内容来考核你们 如果疑问你三不知 你们就没有机会学到圣身佛法了 更不要说得寿顺意的大法 世界佛教总部2020年7月12日 感谢观看 正能够认真正的佛法 这就是编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